为了鼓励大小朋友认识与了解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实践 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与老松国小举办万华永续生活实验计划特展 展出内容以环保生态、循环永续、施法自然、节能减碳等议题 结合万华社区大学永续班队的课程 与在地伙伴分享各自的永续行动方案 从社区出发让民众看见环境教育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这一次万华永续生活实验计划的特展 基本上是由我们老松国小跟相组教育中心 特别邀请我们在地针对我们这些 特别是像联合国最近不是在推所谓的SDGS 这样的一个有实际项指标 那这些指标其实对我们一般民众而言 其实感觉上好像都很遥不可及 但实际上这些不管是在环保议题 或者是对于这个生活减碳 或者是水资源 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些包括像社区大学 包括我们这些像在地的一些藤雲礼 邻里办公室 还有一些商圈的组织 还有一些社团 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永续课程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次计划只是一个开端 那希望之后能够慢慢的推行在我们万华区 特别是万华区是一个老城区 感觉上好像很多东西都比较破破旧旧 但实际上透过这些老东西 其实这些资源只要放对的地方都是黄金 展品这部分呢我们有邀请一些地方的社团 那像特别是像有一些这个大理服饰商圈 那他们针对有一些衣服的衣料 他们把它做成像环保袋也好 或者是就是比较二手的衣服呢 做成提包 做成环保袋 那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志工 他把一些原本我们生活中废弃的 像什么锅碗瓢盆 他把它做成像石钟 然后还有一些像宝特瓶 他们来做其他的一些动物造型的一些 这些展品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关于民众来参观 基本上来讲一个社区需要有九个议题要谈 是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 然后呢有绿色健康的街道 改善空气的品质 净灵碳的建筑 润性及永续的能源 还有零废气 永续食物跟粮食 还有绿色的投资 以及任性及永续的在地工程 社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地连结 所以我们才愿意接受 承办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目前刚刚我们进行的 今天在这里展出的 就是跟这些议题都是有关的 但是不是展出而已 展出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开始推动工作坊要去谈查在地的议题 然后对这个议题还能够提出永续解决的方案 然后结合社区的资源 一起来面对 这个展览只是一个开始 展览中还有乡土教育中心志工 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吸管以及宝特瓶 创作出的艺术作品 以及透过真实的房屋改造案例展现永续发展的精神 我的想法就是说要有一个诱因让小朋友啊 还是有兴趣的一个人士啊会参与我们这个环保的议题 像我做的一些环保的那个宝特瓶啊 坦克车啊 直升机啊 火车这一类的 它很有吸引力 还有我用砧板啊 会去的砧板把它做成一个会动的眼睛 眼睛啊 有会吸引小朋友 为什么 那个猴子的眼睛为什么会动 哦 就吸引他要有一个忧因 他才会参与这个环保的一些事物是这个原因 回馈啊 他会一直问 问题说 你到底是怎么会去想到这个东西 其实啊 要我们平常啊 就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啊 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你要去创新 跟别人不一样 哦 这样子才有吸引力 我最主要我的专长是减吸管 吸管是我的专长 我有那个街头艺人症状 因为吸管对我来讲啊 加轻救手啦 我可以变化七八十种的那个动物造型 像枪尼代仆啊 那个关羽啊 很多的那个东西 这次参与的作品是我们汉德的学生 他们真正有实际要改造的房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在 基隆和平岛上的一个冰店 那他们真的透过那个旧房子的改造 然后把他的结构 把他的隔热做出很有 跟之前很极大的差异 他们自己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最后这个改造的房子也成为一家冰店 所以我觉得在隔热 然后让舒适这方面真正是用冰来呈现 算是一个很好的连结 所以汉德这个学校其实主要的理念就是 想要帮助下一代成为一个具备国际视野跟永续方面 这样子的未来青年 所以课程的准备也就是完全针对从实验教育的精神 来帮助他们一起去进入永续建筑这个领域 所以课程的规划上就是以美学作为一切课程的基础 然后因为汉德是跟德国的教育机构做连结 所以如果是要盖一栋房子的话 会有两根重要的支柱 一个支柱是德文 要他们具备国际交流的德文能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建筑的课程和永续做连结 那最后要撑起一个房子的屋顶 就是要打造永续这样的目标 那里面这个房子会有很多的门 很多的窗会有形形色色很丰富的变化 那这些都是在这样的精神下去架构出 这个学校的课程当中就要表现的一个样貌 展览自即日起到9月4号 于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免费开放 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前往参观 还有永续生活体验课程 相关讯息可上台北乡土教育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